3月30日,有网友爆料从朋友那得知,去陈伟婷家里装修的时候,意外看到了刘文,两人之前就曾传出过绯闻,难道这么快就开始准备婚房了? 吃光网友们看到这条消息一下就兴奋起来,毕竟这两人爆出恋情还是比较意外的,早在去年12月的时候,就有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,曝光过两人在交往,不过当时也只有一段文字,并没有实权,所以大家也都没在意。 而今天的爆料是在去年10月份,也就是时候当时两人很可能就已经在为同事做准备了,甚至还一起装修准婚房,说明两人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。 刘文是著名的模特,而陈伟婷则是影视明星,两人看似没有什么交集,能走到一起也是比较意外。 不过,两人也都是时尚人士,因此,这也说得过去,两人会经常在时尚活动中碰面,而且还曾同时作为某品牌的代言人,工作中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。 此外,两人日常也会经常碰面,陈伟婷就曾在私人聚会中,发布了和流门的合影。 而对于两人在一起的消息,两边的粉丝态度有些让人意外,并没有嫌弃对方,反而是希望两人能真的在一起,这在之前的各种明星恋情中可不常见。 陈伟婷的粉丝表示,坦白讲,刘文是我嫂子的话,我会很高兴的,刘文如果能是我长头嫂子,我可能会开心。 而对于消息的真实性,粉丝们有另外一种解读。 这种越假的,越有可能是真的,这种一向思维,确实有让人幸福的地方。 虽然一直没有失垂,但是两人的绯闻不断爆出,而且目前两人并不需要什么热度,也没有工作需要宣传。 因此这种传闻的可信度,确实是比之前要高。 陈伟婷已经出道17年,她的感情史也很丰富,其中还包括安德勒贝斯和泰卓妍,但如今已经34岁的她,反而处于感情空白。 粉丝们也开始,为她的人生大肆操心起来。 而刘文这边的感情经历明显不如陈伟琴,大表姐看似高梦,但从来没有关于她感情的暴躁。 唯一被粉丝们认证的感情,还是在恋爱真人秀中,与韩国EXO对长崔史源的感情。 两人在节目中都很投入,粉丝们一度认为两人假戏真做,但在之后的采访中,刘文还是奉献了这段感情。 陈伟婷和刘文,都已经到了该成立家庭的年龄,虽然大家都没有想到,她俩会成一对,但娱乐圈的感情是最难以捉摸的。 仔细想想,两人不论是自身条件还是事业,还是比较登对的,两人的圈子不同,但又非常靠近,这样的距离刚刚好。 不过感情的事不是万人可以决定的,更不是本身能够左右的,所以两人是否真的在一起,是否能真的好好相处,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